纾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金融市纾困再加码 房业旅馆员工每月3000元 市民入住 每人每晚补助500元 最多7000元 室友房地出租店铺 租金减免 租金还可以延期缴闹 另外 公有零售市场摊位 租金全免 暂停营业期间还免收摊位使用费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协助求职民众给面试的企业 或是公司行后最好的第一印象 金融市就业中心服装仪龙 准备服务计划 提供符合资格的服务对象 每人每年一次最高2000元的补助金 购买服装和鞋子等 制装整理面容费用 协助求职的民众 整理门面顺利求职 机动市就业中心的员 专程带着即将要参加面试求职的民众 阿健到鞋子专卖店挑新鞋制装 希望帮助阿健可以在求职时 给面试的企业公司最好的第一印象 顺利求职成功 也让阿健满满感谢 因为毕竟如果真的穿得太邋遢 有时候老板会觉得说 这个员工到底是有没有办法 胜任这个工作 或者是坐几天人就不见这样子 对吧 所以我也是也很感谢 就业部网中心的赞助我们说 就是资助我们 让我们能说能制装一下说 至少不会说该有的一些 工作上的安全啊 然后都没有办法就是要穿拖鞋 我们现在有的安全鞋跟那个工作部 就比较好一些 对吧 就对我们有蛮大的防复 这是基隆市就业中心 为了协助求职民众 可以给面试的企业或是公司行号 最好的第一印象 所拟出的服装仪隆整备计划 提供给符合资格的四大服务对象 每人每年度一次在求职之前 可以申请最高两千元的补助金额 购买服装和鞋子等制装费用 协助求职民众整理门面顺利求职 很多的这些求职者呢 在他面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协助一些求职者 在第一次见面跟我们的雇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一个面试成功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服装仪隆的一个准备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其实我们针对一个就是我们的求职者 他有工作意愿 然后呢他有工作能力的这些人呢 那包括他是身心障碍或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那甚至呢他是更生人 那我们以这个比较弱势的特地对象呢 我们提供一些服装仪容整备的这些计划 那这计划里面也包括我们可以提供他 带他去剪剪头发啦 或是准备买衣服或是买鞋子 那甚至做一些脸部的清洁啦 清洁用具等等 那这个计划里面呢 包含每个人呢每一年呢可以用一次 那这一次最高限额呢是两千块 那我们的求职者经过像这样的一个准备的话 他到去面试的时候 就会给雇主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 那同时在这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会将他的履历表呢 经过一些咨询协助 让他的履历表会更完整 也可以很快很顺利的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基隆就业中心主任盛惠中进一步表示 获得最高两千元补助的求职民众 就业中心都会派专人 陪同他们一起到店家购买 最适合求职面试的服装和鞋子 打理好门面再前往印证工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趋缓 基隆暖暖基辅公路及水源路 最近半夜出现了改装车横行噪音相当扭名 基隆警察局一连编排多日的勤务 晚间会同环保局监理站进行蓝查 违法改装车辆的勤务 在短短半小时内就开出了三张违法改装车 将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 处以最高两万四的罚环 深夜时分警方大阵仗设置燃检点 只要疑似有改装车通通燃下 环保局人员不断的吹油门 分贝剂数值不断的升高 但转速剂却不稳定 一连测两次还是无法测出数值 环保局立刻开立改三单 另一头警察局领检发现 坐垫前多了一根强化质感 擅自改装 依法都可以开罚 但糗的是车主前一天才花七万元 买了二手车 才上路一天 晚间就被警方拦检 现在就是这种噪音的话 就是先把排气管 然后前面那个能拆的都先把它拆掉 排气管换 换看可不可以比较 就是我自己也不喜欢黑铁 我白铁 我就找一只白铁的 然后可以验得过合格管来装 其他异动会议规定申报 是影响行车安全 这真的会影响 因为我们的行魔车 你如果这样摔倒的话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 让你比较不灵活 基隆暖暖地区的居民 最近发现疫情趋缓 改装车夜间太吵 基隆警察局交通队 集三分局 汇同环保局及监理站 进行栏查 违法改装车勤务 暖暖半个小时之内 就开出了三张罚单 都是噪音超标 我们有统计一下 我们平常大概 每一次大概只能 拿到两到三台超标的 刚刚我们大概 短短的三十分钟 就已经有三台超标的了 比平常的数据 大概都会多两三倍 也就是说 民众有反应 我们就会做了 我们会继续的 在伙同我们的环保局 跟监理站 持续来对类似的行为 来做违规的举发 不过机车产生的噪音 又分为加速噪音和原地噪音 前者是指民众听到机车行驶中 加速产生的噪音 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后者是环保局实际检测结果 分配数却未达标准 警方坦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今年到现在 我们就是上传到环保局的网站 环保署的网站有1500多件 可是事实上会成功造成 噪音的不会超过两三百件 因为那是你实际上 每一个人感受 跟你实际上测出来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验不过的话 直接开发是1800到2700 看它噪音的一个标准 超标多少 如果超过十分倍的话 就开发2700 机轮警方大规模取缔改装车辆 目的就是希望 还给民众安静的夜晚 别因为个人改装的兴趣 却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身上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随着疫情趋缓 不少游客到基隆朝进保育区来潜水 但是这个海科馆的志工前一阵子下水 竟然发现有这个潜水客 把这个锚钉在统型海绵体上 还有珊瑚被折断 海山被余线缠到变形 对此金融区政府表示 这个盆广海洋生物的行为 已经违法了 将搜证追查 严惩不法之途 趁着疫情趋缓 民众到基隆朝进保育区潜水 但没想到 照片中这个统型海绵 既然被五花大绑 上面还有固定毛 不仅伤害了海绵本身 还破坏了其他生物的居住地 看得实在很夸张 海绵并不是一个很硬的东西 你绑了之后 其实海绵它是会受伤的 如果严重一点的话 也有可能它整个会把统型海绵托起来 那如果海绵如果被脱掉 不在原地的话 那原来跟这个海绵有互动的一些海洋生物 它就少了一个棋手 少了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 所以这个绝对不要这样做 这里是基隆朝进保育区 疫情趋缓 大批游客来到这里潜水 危害了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不仅珊瑚被折断 还有漂亮的大海扇也倒了 人数倍增让珊瑚花园面对破坏的威胁 非常的干净白 那所以表示这个就是刚刚被踢坏的一个痕迹 那旁边我们注意看 就会发觉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对应的 那越溜越后下去 对海洋生物的脑洞是越大 所以根据我们下去观察的时候 发觉真的就是有看到新的 那个珊瑚被踢坏的一个痕迹 那甚至于蓝色麦洞 它们下去看的时候 它们也发觉 居然有人把那个统星海 然后把它绑着去做一个定毛的行动 那这个都是不恰当的 潮进海湾当时设立保育区 为的就是让海洋生物可以生生不息 如今因为疫情解封 遭到少数人破坏 看在保育之工眼中真的好心疼 而师傅表示将会严惩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人 常被称为马路三宝 也是威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 金融市政府发挥创意 首度与人气漫画家 巴奈顺子合作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画出了B车 挡车 紧情变换车道等 六种汽车马路的三宝行为 继第一波好想吐行人片 及自行车片获得好评后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再次发挥创意 与知名网红插画家巴奈顺子合作 推出马路三宝推散篇六个漫画 透过巴奈顺子 辉谐幽默的画风 凸显马路三宝的错误行为 及宣导正确行车观念 本身也很爱看 巴奈顺子老师作品的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透露 这六个漫画还藏有小彩蛋 就是把镇冰鱼港色彩屋 等金融金店也画入其中 金融市长林又昌 更化身漫画人物宣导交通安全 让民众大为惊喜 那在这里面呢 老师非常的用心 他也把基隆的景点都入化了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市长也入化 那希望能够让马路三宝能够退散 那在这个巴奈顺子老师的这个漫画里面呢 包括我们的球子山灯塔 我们的镇冰鱼港色彩屋 还有我们的白米翁炮台跟软软吊桥 全部都入化哦 这也是第一次在巴奈顺子老师的话里面呢 把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漂亮的景色入化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创作 除了提醒用路的安全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创意 然后生动的方式呢 来呈现城市活泼的一面 由于有许多网友敲碗 希望这么精彩的作品能成为实体海报 官销处方面也正在积极努力中 曾志文强调 在市长刘昌带领下 基隆近年来求新求变 以色彩与设计改造城市已有具体成果 希望这一次突破传统跨域合作的做法 能达到更好的宣导效果 提醒驾驶人注意交通安全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道 经常代表金融市长林又昌 跑七堵区服务地方相亲的市长行程秘书曾宜芳 结合金融市达摩爱新会 在马东马西及马南里长陪同下 特地捐赠了民生物资 给这三里的弱势朋友们 希望在疫情冲击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住在马西里从三岁开始罹患日本脑炎到现年53岁 早期因为山区交通不便延误治疗导致脑部受损 50年来一直无法站立 只能长期生活在地上的这位女性脑麻民众 生活无法自理 长年来只能依靠家人照顾 由于成能尿布使用量大 因此在马西里长陈美云通报下 机动市长林又昌的行程秘书曾宜芳 特地结合基隆市达摩爱心会一行人到家里慰问 赠送成能尿布和其他民生物资 希望可以帮助这户民众 另外曾宜芳一行人也在马西里民活动中心 资政民生物资给多位需要帮助的弱势边缘民众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疫情冲击下渡过难关 我很感谢我们达摩爱心我们那个协会 因为我有跟莎莎反应 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们里内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资助 非常感谢你们 三里加改在二十二户 今天是二十二户 对 总共资兰各里 马东马西马南这样 也是因为莎莎的姻缘 然后跟里长这样子一个结缘 然后有这样的姻缘 我们就赶快普渡到集结各工的安心 然后赶快来送 趁心先赶快把物质送到他们手上 这样 谢谢 今天我也代表我们林庸昌市长来到现场关心 也尽一份心理 其实我也是听我们马林康这边各里的里长说 提到说其实我们地方上有许许多多 需要被关注的一些人家 所以旅一林理事长他也就立即的请我跟当地的里长协助 那个取得一些资讯 那我们来做一些物质关怀的部分 除了马西里 曾怡芳和达摩爱心会一行人也自行开车 载着满满的民生物资到马东里和马南里 同样在当地里长告知陪同下 致政民生物资给这两里的弱势边缘户民众帮助他们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达摩爱心会 来到马东来作为一个关怀 那关我们这个老先生 他是在作为一个资源回收的 他今年已经84岁了 而独自一个人 所以说为了生活就是每天要出去捡破烂这样 为捡破烂做生活 谢谢 感谢那个达摩爱心会 增送我们那个爱心的一些米罐头给那个老人家 独机老人还有家亲含的家庭送奔暖 由那个基隆市政府市长秘书曾宜方来赠送 感谢 谢谢你 打摩爱心会和市长秘书曾宜方一行人的爱心和热情也受到马林三里里长 以及受帮助弱势民众的满满感动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疏困4.0 政府助你渡难关 疫情严峻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不住时间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个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美丽金融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金融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以A City for All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嘛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我们这项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 喂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 送回来 欢迎回到中夹新闻现场 中秋节快到了 应景月饼也开始热卖 基隆著名的连锁面包店推出了用日式和果子制作的饼皮 加上在地特产与麻吉的桃山月饼 低糖低油 希望让消费者能健康快乐的迎接中秋团圆日 不受疫情影响 这个销量可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颜色跳脱传统的饼皮 切开看 地瓜馅包覆麻吉更加吸引人 这是基隆知名连锁面包店新推出的桃山月饼 采用日式和果子制作的饼皮 口感细腻 内馅则用台湾特产地瓜及乌豆沙 加上软Q的麻吉 不但好吃 有别于传统月饼低糖低油的做法更加健康 今年我们的月饼 这是桃山地瓜麻吉 它是使用了日本和果子皮 去搭成桃山饼皮 然后加入了严选的金山地瓜 然后搭配Q弹的麻吉 经过反复工序 然后先蒸后烘焙 然后让它口感更细细跟柔软 这一个的话是桃山乌豆沙麻吉 那里面是严选台湾抹茶粉 然后与绵密细致的红豆沙跟红芸豆沙 然后一样是搭配麻吉 然后原本让原本的更甜腻的口感 然后带着一个唇厚的抹茶的味道 然后再口感 吃起来的话会更回甘 那这一颗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乌豆沙 乌豆金沙蛋黄酥 它是严选屏中优质的咸鸭蛋 然后一样是搭配红豆沙跟云豆沙 然后再搭配的严选奶油 创造出奶油的口感 除了有设计感的礼盒外 业者还推出单科技三科一组贩售 结果很不好评 销量比往年增加 那针对这个疫情 现在疫情的部分 我们也有丹麦这种独立的包装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业者也推出满额优惠的活动 需要疫情能持续和缓 让消费者更为安心的与家人团聚 用美食欢度中秋佳节 记者张奇滩记忆报导 七土的信仰中心庆祭宫 举办了中原普渡 大家都虔诚地祭拜老大公与好兄弟 祈求地方风调雨顺 祝识平安 画面上就是七土区的庆祭宫 规划了中原普渡的活动 基隆议长蔡旺莲 市议员杨秀玉 张耿辉苏仁河及市长代表等贵宾 共同持香祭拜老大公与好兄弟 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 疫情早日消退 我们依照鼓离 春行鼓离 我们本身本身就是金座 小人大人 这固定一定要减 我们金座有办 减葡萄公 我们大人小人 减理就包括 我们四方的好兄弟子 要祈求我们地方平安时速 这是重点 这一般礼俗 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把老大公拜 当时我擦贡品 这是一个不对的观念 一定要老大公拜好 求料雨 休息一阵子 我们在 似乎在诵经一段以后 我们才有请四方兄弟来吃 所以可以擦 擦了可以放下来 一般一般百姓 有的都不知道把它捆掉 那是不对的 那不对的 应该是 老大公求料 今天是特别来到我们七堵 慶祭宫 慶祭宫 我们妈祖庙这里 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天还是有我们人力上的这个管控 可是我非来不可 毕竟慶祭宫在七堵 算是唯一比较高层的一个信仰中心 那每年我都会来 那今年可能慶祭宫也在这里他知道 今年可能就没有办很扩大 比较往年的那种平安餐宴 所以平安餐宴没有办 那是一回事 可是这个文化传承不能让他去中断 所以今天特别赶来这边 表示对妈祖 对我们老大公一份诚意 希望借重他们的神威 能够照顾我们地方 让我们地方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然后这个疫情能早日消泥 这是今天最主要来的这个目的 谢谢 那今天是我们那个七土妈 的一个中原普渡拜拜 那今天也相当多的乡亲 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普渡的一个活动 那秀宇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 这些乡亲平安健康 那因为今天因为疫情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真的台湾人蛮善良的 所以我们这个七土妈 也是真的是心神则灵 希望大家渡过这一次的 整个防疫的一个 渡过这个难关 谢谢我们七土妈 谢谢所有的这些乡亲 一起配合 谢谢 所以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 这个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 尤其希望那些七土妈 可以保育我们这些 生活性的能够平安 然后身体健康 尤其这个疫情 希望能够跟他远离 远离 趕快离开我们 让我们能够 市民有个正常的活动 我们的七土妈 都跟我们普渡 这些信仰 代表我们的議員 来这里祝福大家平安 大家都大贪心 大家好 代表邮超市长 跟大家一起 问候大家 大家平安 谢谢 我们在建工 有一个60周年的建工活动 在我们本来是在7月3日 因为疫情 延到10月2号 我们有早上的拔杯 大赛 机车 家电用品 我们下午有社区的各社团表演 晚上我们以示各心来表演 我们欢迎各地方来共襄盛取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农委会茶叶改良厂推广茶树新品种 台茶25号 不只外观成独特的紫红色 茶叶含花青素也叫一般的茶叶多 制成绿茶遇上酸类还会变成粉红色 十分新颖 将柠檬汁倒入茶中随即变成鲜艳粉红色 这可不是在变魔术 而是农委会茶该厂投入研究而成的新品台茶25号 因为比一般茶叶含有较多的花青素才会变色 那这个品种是从民国84年开始田间定植之后 那到今年民国11年才正式在4月份的时候命名通过 那它除了花青素特别的多之外 另外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适合机械采收 配合我们未来六级产业农业的一个发展 它更能够把这个不一样的颜色带给我们的这个休闲的茶园 所以它是一个兼具多元化的一个茶叶的一个品种 也是台湾第一个首次制芽的一个品种 台茶25号芽叶色则鲜利 制成红茶水色橙红明亮 具有优雅兰花香 滋味甘醇温和 制成绿茶玉酸可变成漂亮的粉色 很适合用于手摇影品项开发 且有庭圆色彩美化乐趣 让茶农有多一种种植选择 记者问均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